在民營心目中,大埔的居民一直都是團結和勇敢的象徵 十九世紀末,奮領龍躍頭村的勢力座大 居然是大埔臨村是他們的領土之一 強迫村民每年向他們交水 臨村的村民即時提出抗議 於是龍躍頭村就派出大隊人馬圍攻臨村 被圍攻的村民不單止沒有出來投降 反而群起反抗 雙方對峙了很多日,各有死傷 最後敵人選擇撤退 事後,村民為了紀念在這場衝突之中死去的十二位烈士 於是就在天候宫隔離為他們起了座義池 1941年日軍集港,香港開戰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大埔同樣落入日軍手中 當時大埔居民亦團結抵禦日軍的侵略 很多大埔居民都因此而犧牲 散工草堂亦被日軍佔領,淪為大埔獻兵部 迫害以及處決過不少大埔抗日英雄 戰後大埔烏膠藤亦建造了一座紀念碑 留下大埔人粉擁抗敵,保衛家園的時跡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